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超过一万两千公里的射程 几乎可以打击全球任何目标 并可以依托我国发达的公路网不断激动 难以被追踪和摧毁 即便放眼全球来看 东风自一也是最为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之一 但也正是由于东风自一 是一款射程超过一万两千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 其必然存在三千公里以上的进线死区 换句话说 就是最近打击距离超过三千公里 三千公里是什么概念 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和新西伯利亚 都不在其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那么既然东风自一目标并非俄罗斯 其为何出现在中俄边境呢 小冰冰认为 首先这与装备东风自一的火箭军部队实战训练有关 要知道东风自一是一款陆基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 其凭借新型的八轴联动重型越野迁移车 可以做到储藏发射运输三位一体 从而实现全域机动部署 所以东风自一型的训练足迹 必然会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雪原黄漠深山老林 以适用复杂气候条件对装备以及作战的影响 更何况中央电视台曾公开报道过火箭军 装备东风三一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某部 在吉林省雪原中演练的画面 所以说东风自一在冬季出现在寒冷的黑龙江省 完全不足为奇 其次东风自一型洲际弹道导弹 凭借其一万两千公里以上的射程 即便部署在我国内陆地区 都足以有效打击全球大部分目标 并非一定要部署到黑龙江省 更何况作为一款战略核武器 在飞战时必然会部署在地广人西 公路及体路网密集的国家附地 并依托地下河长城进行隐蔽维护和机动 而东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 无论是对装备的保养维护 公路机动条件 官兵生活保障等都不是最佳选择 所以东风自一型出现在中俄边境 可能只是一个偶然 那么中国战略核导弹部队究竟部署在哪里 美国曾专门就此问题进行研究 想了解详情的朋友 可以关注每日点评公众号 回复中国核武 了解解放军战略核导弹部署情况 当然如果今后东风四一 真的被长期部署在了中俄边境 也完全不足为奇 因为东北在地理位置上 距离美国更近 更近就意味着导弹飞行时间更短 这无疑压缩了美军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 更何况对于美国来说 裴隆乡省处于中俄两国的腹地 如果战时美国导弹一个不小心落到了俄罗斯境内 以老毛子的暴力性格和其庞大的核武库 画面实在太美啊 当然小冰冰认为 我们作为一个礼仪之邦 绝不会干如此腹黑的事情 其实无论我们把东风四一部署在哪里 都是为了维护我国的核威慑能力 其用意旨在保护国家的安宁 以及遏制可能发生的战争挑衅 而非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推测的那样 是在针对谁 其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为数不多的核武器 完全不能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 更何况我们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 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上述所说的一切都表明我们 本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而热爱和平并不意味着我们惧怕战争 但为了避免战争 我们只有将手中的宝剑摸得更加封闭 即便其九层俏中 也无人敢示其锋芒 每日点兵动书啦 关注每日点兵公众号回复鬼骨子 便有机会获得谋略奇书鬼骨子 赶紧拿起手机 搜索微信公众号每日点兵抽奖吧